嗨大家好我是妙厨 昨天晚上做的米饭还剩下这么多 今天打算做一个窗位炒饭 因为我们过阵子不是要回四川 先让我女儿提前适应一下 首先我们先把配菜给它切起来 准备一小块这种包菜给它切丝 然后胡萝卜也给它切丝 像那种路边摊的炒饭 就食材都是很简单 但是它炒出来就是有锅气 再准备小块小萝卜我们给它切条 然后再给它切成丁 食串的炒饭一般家里面都是要加点那种酸姜达 酸姜达真的是太好奇了 也是切成丁那种 最后我们再来切肉 我准备的是一小块牛肉 我们先给它切片 然后再切条 铁锅烧肉过后我们倒一些食用油 接着我们打入两个鸡蛋 给它快速滑爽 像这样把鸡蛋炒散以后 我们就把酸萝卜放下去 再把牛肉放下去 给它炒一炒 接着我们准备一大勺这种剁辣椒 里面也可以用那种皮鲜豆瓣酱 窗味 闻到辣香味以后 我们就把这三样蔬菜放下去 给它炒一炒 炒就变了 家庭的锅就是比较小 然后我是两份两份炒的 如果是没有把握的话 就一份一份炒 接着我们就把米饭放下去 给它炒上 炒这个炒饭就是全程用里面加最大的火力炒 这样炒出来才会有锅气 加入一小勺盐 适量的酱油 再来少许老抽上色 喜欢蒜苗的话可以加一点 然后再次给它翻炒均匀炒出酱香味 最后出锅的时候撒一把葱花 像这样子给它翻炒个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香喷喷的川味炒饭就做好了 快吃完了才发现没有开麦克风 朋友们我们全部都快吃完了才想起来 我那个麦克风没有开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刚才吃的那些全部都没有生意 那个才叫真正意义上的沉浸式吃乱 天哪 就是水性太差我也不动 全不来 妈妈你会吗 你是没看过你妈游泳 有没有看过 我忘记了 蛙泳 沿泳 自游泳 蝶泳 蝶泳 你会吗 什么都有 什么都可以 前泳 我就只会自游泳 然后憋着一口气 游两番米那种 本来今年是想要给你抱的 暑假班 但是我们要回四川就算了 明年 明年给你抱的时候 让你爸在旁边偷吃学艺 好好好 这么好让爸爸陪着我 我也不会那么孤单 是的 真的是那个汗都是这样低疼的 空调的日子真的是热 我们当新家一定要整个房间都有空调 整个房间都空调 就差卫生间没空调了 卫生间不喜欢空调 有水风就行了 卫生间是装空调是防止灯太久 嗯 电费很高 嗯